各位啊 我剛剛在找我們 就是以前的照片 我現在在這個 安生家 就我家啦 爸爸住在這邊 我在找一些舊照片的時候呢 我發現這兩盒東西 OMG 我媽剛剛跟我說這兩盒 是阿嬤留下來的 各位 看一下喔 裡面既然是 珍珠項鍊 OMG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手環 無家青 我真不懂耶 這個是珍珠項鍊 我媽說阿這個不簡單啦 我覺得應該不會耶 這個很漂亮耶 好不好 財務自由靠這一道了 通常 是不會這樣 這個放得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耶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它拿去 枯架看看耶 阿嬤開玩笑耶 以前我們家 阿嬤 空間扒 珍珍珠 總不會那個時代上買了一個 倒板的吧 不會吧 而且有兩盒耶 我們家的電視裝修就靠這一道 這個用這個袋子 感覺就連價了 這個就連價了 欸我想要試試看 欸 我們試試看拿去 估價怎麼樣 怎麼樣拿去那個 珠寶行的估價 我們來看它價值多少錢 好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 你看喔 有兩盒 MIG 這個 好酷喔 那個時代應該不會隨便 這樣子就買了一個假的 珍珠送人吧 我在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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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真的 但是這樣子一條 珍珠下面不知道多少錢 欸 這個 我媽他們不在意 他可能覺得這個 沒什麼價值 不然我拿去 鑑定一下 好 我們來拍一支 拿去鑑定的影片 好不好 那這一支就先拍到這裡 下一支就是我們去鑑定的影片 哥哥 好的 我們 等一下我想要把它拿去見鑑齁 這個 岳父岳母來猜一下 齁 這條拌勒 摸一下這個質感 來 來鑑一下 劍一下 劍一下 這樣 這還 它顆粒太小 所以它價格會 顆粒太小 價格太低 是嗎 所以它有一定的 要一定的大小是不是 所以 一般 一般珍珠而已 唉唷 要不要拿拿看 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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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重量耶 唉唷 不是那個 縮膏的耶 不是縮膏的耶 齁 唉唷 唉唷 你不囊於其他人 他就是在 他們那時候 把大顆套幾兩小顆 所以它有一個 低度 所以 所以 這個 把他媽來見駕一下吧 這樣 阿他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一個 小的 就是 手鍊 那 阿 那個 現在 人家都大顆的 還有幾斤 哈哈哈哈 阿 他這個 還有一個 小的啦 可是他用這個 包裝是有點 廉價感 這個最少幾十年了耶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估計 開始喊 多少 一千萬是不是 一千塊 一千塊 好 那 爸爸喊 三千 三千塊 哈哈哈哈 五千啦 五千啦 五千塊 為什麼沒有人估計破萬啊 欸 你是說一盒還兩盒 為什麼 一盒 一盒一千 一盒五千 一萬 一盒 三千 總共六千 好 那我現在我就直接帶他去 見價 反正不管多少 我就把它賣掉就對了 好的 OK 不好笑 我們馬上呢 帶著這兩盒 珍珠喔 直接來到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湖市場 東湖市場 光湖市場 湖光市場 湖光市場 後面這家什麼 佳紅玲 就想說 直接 來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進去問一下 他願不願意收珠寶 就是收珍珠 他大概是這樣子的珍珠 因為我真的不懂啊 但是我媽是說 阿那沒錢 古早應該是沒錢 古早都這樣 都是這樣裝喔 這個應該 欸我很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值多少錢 我老闆給他看看 看有沒有海味 這漂亮齁 對 很漂亮齁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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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裡看得出來 沒有啊 依我們的經驗啦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假的 但是這個是 聽說是以前 人家送我阿嬤的耶 對 還有保固卡 還有保固卡 還有保固卡齁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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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啊 如果這個不貼的 然後這個 它也不可能 每一顆 每一顆 都一樣 都一樣大小 喔 所以 天然的嘛 所以 喔 my god 所以這個是塑膠的喔 它是塑膠的嗎 還是它也是 你也不能說 人工的啊 人工 人工豬喔 哇 人工豬就有事情了 那你一個看得知 你的目的 你自己看 它 這麼 這麼整齊是不是 這麼整齊是不是 這個喔 十塊 十塊是多少 十萬 十萬 然後你再看 天然的東西 它不可能 每一顆大小 都很均勻 喔 ok 所以它這個 就是人工的啦 對對對 說 我看 我看 它還有送一個小的啦 用這個裝就很連接 你看 師傅弱士奇的水晶 喔 是啊 師傅弱士奇 師傅弱士奇的 師傅弱士奇的 的東西 很貴 但是它就是 那個人工 因為 那看就知道了 對啊 哇那這樣子的話 這我沒收耶 沒 哈哈 好 沒收 你了解一下 好 但是你可以 再多問兩件 對啦 不一定會 喔 到十萬了 對 應該是沒這麼困 沒有十萬啊 一兩萬你就好貴 對啊 對對對 我好奇問一下 像這樣子的話 估價大概 多少錢 估價多少錢 對 啊就不收了 不用估了 如果說像這樣子 我已經跟我說 這個也沒有人要嘛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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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說像這樣子的話 大概 值多少錢 啊我就不收了 不收就不用報價這樣 對啊 喔 完了 那現在還是一個問號 但是我們現在很清楚 知道一件事情是 它不是 就是 我們所想像的那種 財務自由的味道 以我鑑定 我就是說 這是人工的 我沒有收 嘿嘿 但是 你可以再多問幾家 幾家 然後幾家講的 如果都差不多 對 那你自己心裡有一個數 是這樣子 啊你問我說值多少錢 我就沒有收 也說不太出來 沒有不是說不出來 是 我已經說出來 我沒有收 啊如果有要收 大概就有一個數字 就再去蘋果 啊 了解了解 好 看來我離財務自由 又遠了一步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闆娘 謝謝 Holy Shit 人家都不要啊 對 但是他說可以多問幾間啊 我這旁邊還有看到一家 叫做寶生珠寶 我們來去問一下 好啦我現在不求能夠財富自由 但我只求 我能夠成功的把它賣掉 不然我帶著它好煩喔 能換一點現金是現金啊 好不好 好我們再進去問一下 要先問一下 人家可不可以拍 笑死 喔 這裡是 Jewa Coffee Caffey 這個是五金回收專門店 喔這間很屌 我覺得我們可以 既然要賣嘛 我們就拿來這邊賣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收珍珠 可以問一下 Let's go Let's go 哈囉你好 我想要請問有收珍珠嗎 珍珠要可能要開一下喔 好 給你看一下 因為這是過年的時候 不小心 就是翻舊東西的時候翻到的 對 你說是阿嬤 那時候人家送阿嬤的 這個可能比較沒有 阿嬤 因為我們主要收的話 珍珠的話要是白色的為主 喔 OK 對 因為這個的話 對 因為我們主要還是以單顆為主 因為串珠的話 你看其實它 因為其實它會有一些些坑巴不一樣 對 就是會有一些些微的 因為其實我們對珍珠的話 收的話要求會比較高一點點 OK 對 因為像我們是日本公司 所以我們主要的話 因為珍珠的話也是日本那邊主要產地 所以就變成 因為我們所有東西都要統一回日本 那對於珍珠的話 日本的要求可能會比較高 就會特別高 OK 所以像這種比較 嗯 這種串珠的話 通常它的 珠光還有它的整個的完整度 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好 沒關係 謝謝 那像這樣珍珠通常要去哪裡賣 會比較賣得掉 嗯 原本的店家還在嗎 應該是不在喔 阿嬤都已經 對 阿嬤都已經GG了 好久了 喔 看一下 所以 應該是這一間 就是這個 對 您可以就是回 直接回原堂 看他不要收回去 對 問問他們 或者是問他們整個福利 好 謝謝你 謝謝 幹 沒有人要收 哈哈哈哈哈哈 傻眼欸 如果這把他拿回去 超級車 這傻眼 全世界沒有人要收我阿嬤 收到的一個 珍珠禮物 我問最後一件 如果再沒有 這個 我也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再沒有我就把它帶回去 送某某 阿沒有啦 幹 等一下被幹死了 哈哈哈 我這裡剛好還有一間銀樓 我再進去問 好 所以到底能不能賣錢呢 我們即將公佈答案 OK 各位觀眾 哈哈哈哈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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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結果 各位 不開玩笑 沒有人要收我的珍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h my god 所以啦 這個珍珠 他是建議說阿 就是如果你有些朋友阿 想要送一些女孩子阿 或什麼 你可以再把它拿去做一點加工 然後做漂亮亮的東西 這個這個 拿去買阿 但是他剛有跟我講到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觀念 他說珍珠這種東西阿 對他而言阿 對他們而言 就是 有買價 但沒有賣價 呵呵呵 就是買其實還蠻好 就是 就是買是有價格 可是賣的時候其實比較難出掉 因為他是有機物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比較容易有一些 就跟金子阿這種礦物質是 跟這種礦物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珍珠的部分 賣價 是比較難的 而且他說我這個是司法弱士期 那所以相對的更難 賣掉 所以他是建議我說 你可以做一些飾品阿 送女孩子阿 送給小女生阿 送給什麼的 對阿 我就說 好吧算了算了 那我就算了 我認輸了 我已經跑好多地方了 對 好吧 那你們今年 這個過年 有沒有在家中 挖到了什麼樣的寶物呢 然後 你們有沒有曾經阿 挖到什麼寶物去賣到天價的 都可以在前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跟我們分享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讚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呵呵呵 這個珍珠誰要